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胖了,最新状态圆润回到颜值巅峰,将在6月禁组拍仙侠剧。 娱乐圈里的女明星们无时无刻不再互相比美,若是有谁在颜值或者体重上有一点风吹草动,就立刻就会收获全方位的注视。 这部,最近就有网友发现了赵丽颖似乎变胖了一些,立即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有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赵丽颖参加某品牌活动的一段现场视频,画面中的她穿着一席精致的小裙子,手拎名牌包包,在发型上选择了端装的披肩卷发,淑女气质满满。 从这段视频确实可以看出赵丽颖胖了不少,一字兼的礼服设计显出她上半身不是从前轻薄,露出的胳膊看起来也粗了一整圈,就连腰身也与纤细两字丝毫搭步上边,一整个肉嘟嘟的感觉。 但似乎因为赵丽颖本来就是偏甜美可爱的长相,长胖对于她来说不像其他女明星一样如灵大敌,虽然身形会稍显臃肿,可也让她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好了很多。 评论欧有粉丝解释称,这是赵丽颖为了年初那段时间拍戏而增肥的结果,还表示最近的丽颖已经调整瘦了一些。 果然,看赵丽颖的最新一条宣传动态,魏央视五四晚会录制的宣传视频中出镜的她看起来变得苗条了一些,手臂也纤细了,但脸蛋还是基本维持着前段时间的圆润,几乎是处在整个人的最佳状态,回归颜值巅峰了。 这种感觉在赵丽颖最近未节日录制的有味无味主题展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只见她身着一袭紫色衬衫长裙,腰部有小心机的收束设计,将整个人的身体曲线完美勾勒。 标志性的黑肠直发型让赵丽颖看起来更加温婉,脸蛋圆润却不过度,气色也是绝佳,知性优雅的氛围感完全被拿捏住了。 赵丽颖如今的状态堪比巅峰时期,难怪粉丝们看了都激动不已,在欢呼和毫不吝啬的夸奖之余,也不忘催着她早点进组,毕竟如果不趁着这种时候拍一些作品实在是可惜。 不过粉丝也不用着急了,就在不久前,赵丽颖还表示自己想要找回古装的感觉,和她要出演仙侠谷偶剧与凤行的爆料对上了,传闻中的男主林更新也透露自己要拍古装了,要努力减肥变白。 工作室5月初就放出了赵丽颖训练体能的画面,为出演新角色女将军做准备。 如今双方都在努力找回状态,粉丝自然是狂喜不已。 工作室的行程也透露赵丽颖整个5月份都会拍摄商务广告,6月正式禁组。 其实赵丽颖产后复出后,状态一直不太好,拍摄有匪状态差到了极致。 就在他与冯绍峰离婚时,也因为面临很多压力,赵丽颖几乎是达到了报酬的水平。 当时在媒体拍到的路透照片里,赵丽颖的身形单薄,仿佛一阵强风都能吹起的样子,隐藏在宽大运动服里的四肢尽显细弱,手臂更是直接堪比马杆。 赵丽颖当时的状况让一众粉丝们心疼不已,幸好她很快就振作了起来,不仅没有落下工作,还一直在调整和恢复外形,不到一年就达到了如今我们看到的颜值巅峰的状态。 虽然女明星们为了上镜好看,一般都要对自己的体重保持苛刻的要求,但也不是完全以瘦为美。 就如赵丽颖一般,出道之初就以一张娃娃脸受到了众多粉丝的喜爱,有一些肉嘟嘟的娇憨反而是最适合她的气质,过度的瘦只会让她显得憔悴和疲惫。 赵丽颖五月形成,耍花枪太帅,出道十六周年快乐。 赵丽颖五月形成视频中,耍花枪太帅了,体能训练,耍花枪,这是已经开始为雨凤行做准备了吗,又能看到赵丽颖超萨的打戏了。 单手耍花枪也太酷了吧。可以跟你一起学吗?看了直呼丽颖好帅。 可爱与美貌并存金英姿与温柔比肩的赵丽颖。 不过先让我们期待下代播剧幸福到万家,这是一部当代女性的成长史。 围绕昏闹污水排放等社会热点话题。 立足农村,聚焦农村法治建设。 由赵丽颖饰演的和幸福,凭借执着坚韧的性格和不服输的态度,实现了自身与家乡的改变。 真正做了让幸福到万家。期待直拉满,原来除了五刀弄剑,耍枪也来了。 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感叹号。 可太让人惊喜了本王在此,尽管一战瞬间画面感就有了自律努力的姐姐谁不爱, 一字马,耍花枪,都能来呀。 就这态度,他不红谁红。 他不火谁火。 每次新剧都是用心在准备,希望不要辜负他。 宇文月还没捞起来,赵丽颖和林更新就在宇凤行里二单了, 哈哈,真的很期待赵丽颖的古装戏,林更新快减肥吧。 去年摘白菜,今年耍枪训练,单手空中转花枪矮,好帅好萨。 至于宇凤行还是等官宣。 期待幸福到万家和野蛮生长。 五月,伟大出自平凡,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同时,陪你走近初夏光影,迎来专属纪念,心怀期待,奔向前方,全力以赴。 日光不知春已过,风暖连阳史较下,五月新的开始,十六竹风踏云梦, 雨影奔赴星海中,繁花五月,祝赵丽颖出道十六周年快乐。 五月,也是赵丽颖的初道月,她一路打拼过来真的不容易,尊重每一位付出劳动的劳动者,这也是五一劳动节的意义。 赵丽颖的一句口头禅,看清了她的为人。 赵丽颖一个农村出来的平凡女孩,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的艰辛。 现在的她光鲜亮丽,人人羡慕。 那是她一路荆棘换来的。 她有一句口头禅,自己可以的就自己做。 是的,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也会努力去做。 她演戏很拼,除了用心琢磨每一个角色,还必须得演到位。 她很少用替身,哪怕危险的动作,她也尽量自己去完成。 熟悉银宝的人都知道她穿漏背的衣服时,背部会贴一个花朵贴纸,那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掩盖拍戏时受伤,留下的伤疤。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孩,却有着超出常人的毅力。 她勤勉,努力,哪怕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也不会耍大牌。 她没有受过专业的演技训练,却有着精湛的演技。 她口直心快,在娱乐圈得罪不少人,因此有了照小刀的雅号。 就是这样一个不会耍心机的女孩却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这样单纯的银宝你喜欢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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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